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主題是 雕和柔格 帶著強烈心臭味的蛤蜊殼 往往被當作垃圾 沒有較高的利用價值 但我們發現蛤蜊殼 其實可以運用在很多物品 創作上 可以是花盆 燈藻 甚至是零錢包 只要幫助廢棄物品 多加一點巧思 就可以幫他們 找到新的存在價值 我們這次使用蛤蜊殼 和其他種海鮮類貝殼 結合了指甲彩繪 創造出一件美麗的比基尼泳衣 同時也利用了 磕殼、酒孔殼 還有去海邊撿的貝殼 來製作頭飾、耳環等飾品 因為看到海邊與市場 有著大量的隔離 所以就想究竟取材 廢物再利用 然後結合指甲 有極水爛的彩繪技巧 創意設計出一件美麗的泳裝 及各式各樣的配件 把可能變成垃圾的東西 拿來利用 不但有趣 也能增加蛤蜊殼 再利用的價值 藉由蛤蜊殼的再利用 可創造其新用途 並可永久保存 運用指甲油水染技法 結合處理過的蛤蜊殼 使生活藝術更加生動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我們的製作過程 首先把蛤蜊殼 黏在筷子的尾端 然後把不要的指甲油滴在水上 讓指甲油擴散開來 接著用牙線像咖啡拉花一樣的方式 在水染的指甲油上面拉出花樣 再把剛剛黏好的蛤蜊殼慢慢放下去 再把蛤蜊殼拿上來之前 先把牙線在水上的指甲油膠去除掉 把它拿上來之後就成品如下 接下來是我們的作品呈現 我們的頭飾是用蚵殼製成的 而上衣則是結合蛤蜊殼加上水染的技巧 裙子則是用九孔殼創成 加上薄砂縫製而成的 整套就是用各種海鮮類背殼 縫製成一套 海比基尼永一 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煩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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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